老伯娘,章牙多少钱呢? 这一桌是10个菜,一个汤,100块钱 100块?那你要勾个数了 哦,我这老伯娘来勾个数,感谢感谢,怎么这么便宜的 感谢感谢,赚钱吧 能赚钱吗? 今年的菜价看样子不赚,差不多就像大食堂一样 大姐,这炒的是什么菜? 这是辣皮肉丝,也是我们其中的老菜 哦,其中老菜,辣皮肉丝 我们家以虾糖菜为主 哦 你看,好吃啊,看这个料子 一条,颜色,色相为女 辣皮 哦 辣皮肉丝 哦 味剂几几钱 七分多少钱? 12块钱 比太实惠 这是什么菜? 麻辣豆腐,是比较高的老菜 哦 他家多爱吃 那份多少钱? 那份7块钱 比这个太有食育了 哦 又做了 来了 麻辣豆腐 烧了我们家豆腐 这是大哥给大姐打下手 大哥是职业配菜 大姐是职业烧菜 职业烧菜 这是一道传统老菜 开那一小菜 土豆丝多少钱一份? 五块钱一份 五块钱 全国也找不到五块钱一份土豆丝 对啊 现在在五家里五块钱一份 我现在在徐州 除了你家店也吃不到 对 清空掉 这个土豆丝一看就有心理啊 你干的多少年了? 干了15年了 老自豪老老品牌 15年 基本上价格都没变 都没涨钱 哦15年都不涨钱 然后就叫你上车 一桌挣钱 就这么一顿鸡 我就是都挣好了 也才15块钱 这桌菜多少钱? 我先把酒倒掉 我们再 哈哈 你说酒倒掉 老伯娘 多少钱呢? 这一桌是 十个菜一个汤一百块钱 一百块 嗯 那你熬过个数了 哦 我这老板娘我来摸个数 感谢感谢 怎么这么便宜的 感谢感谢 赚钱吗 能赚钱吗 今年的菜价看样子不赚了 哦 差不多就像大食堂一样 哦 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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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来来来来来 尝尝尝尝 这个太便宜了 五块钱土豆丝 我来尝尝五块钱 我来过啊 苏大哥带我来过啊 这是算是虚州最便宜的方法 哦 第一块 我的海这么好吃 又便宜 就好吃 其实这个价格啊 不应该讲味道的 哎 这个价格你再讲味道 像话吗 像话吗 就没有意义了 味道也太好了 还是味道好呀 嗯 我看这个我盘到这儿就好 全是五块 绿豆丝啊 五块 一百块也整啊 整整整一百块 做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食材一汤 这个鸡蛋汤才五块钱 我们五个人吃 咱们不吃 这带你这么好吃的 嗯 他又算 这个在南京里买多少钱 三十 三十 咱们店员的二十多 是吧二十万 三十八好呗 嗯 三十八 三十八好呗 这个鸡蛋 这个新鸡蛋汤卖几块 最少十五块 十五块 不讲了不讲了 拉手换了拉手换了 我来尝尝这个 拉手换了 拉手换了 十五块拉手换了 来来来 下半点下半点 你这酒不成就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